那請教一下葛思琦 那這個他打電話給你 昨天下午五點多 他講了什麼 他其實一開始也是講說 他非常的辛苦 常常這樣玩飯 然後他當時也是因為 最近一直顧生意 他今天講一件事情很重要 最近我覺得大家應該要知道 他一直告訴我說 他因為一直顧生意 他的家庭又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那一段時間 不斷地酗酒喝酒 他說喝到腦袋都出問題 他自己就講了 他喝到腦袋就出問題了 他說很多事情他都騙斷了 斷片了 不知道 甚至被有心人拍攝下來 他也全然都不知 所以他一直想要問我說 你手上到底有什麼東西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誰會跟他講你手上有什麼 對 我又跟他講 我說手上的東西就像我 因為我之前媒體就跟他講說 大概的形式是怎麼樣 就是會有比較親密的 動作的關係 絕對不是兩個人合照 因為兩個人合照 不能構成就是叫做出軌 那出軌你總要有一些 比較親密的元素 所以我剛剛知道 這照片上面都有 那我說 我有講過 有照片的我就有五張 沒照片的爆料 我就不跟你算 但是我聽到就有十幾個 我聽到有十幾個 但是那是知情人士告訴我的 這東西是沒有查證的 那我就不講這個東西 有爆料的就五張 他在那五張的時候 他想說 那能不能就是 就是你看怎麼樣 行不行 後來 你看能不能怎麼樣 對 就是也是這樣 對 後來他那個時候 就有一點點 應該是我自己聽錯了 他馬上就跟我說 看你是需要 需要什麼 因為他北京槍有點捲 我聽成錢 我聽到把那火了 我就跟你講 我不收黑錢 你再跟我說 不不你別衝動 沒事沒事 不是這個意思 是你能不能不要爆 你聽成他要給你錢 對 然後你就馬上回決說 你不需要黑錢 對 我不需要你的黑錢 可是那是可能因為北京槍 對 所以聽不太清楚 他就馬上解釋說 不是這個 但是我告訴你說 那你如果你要爆的話 能不能就是 你那邊有幾張 我剛剛說我就五張 就有一點就五張 後來就跟我講說 那能不能爆三張就好 你都講了 OK啊 我也跟阿薩利 我真的是能溝通的 因為我今天出來的重點是 告訴大家真相 五張三張 根本一點差異都沒有 對我來講一點差異都沒有 我只要告訴你 你以為我們婚雷出給 就是我的重點 一張哪怕一張都夠 是 但是一張的話大家會說 你不是五張 我覺得那邊差異太多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OK 那就三張 結果你知道 往前面馬上講什麼嗎 他才講完三張 我說OK 他馬上跟我說 那兩張行不行 我說 你還能夠討一下還價 兩張 我說那 我現在我要掛電話 沒什麼好說的 我說 你今天都在你的立場考慮 你有沒有考慮到我的立場 只需烏有是你指控我耶 對 你指控我 要不然你不講這句話 我今天不會跳出來 是你講的這句話 那我覺得我們的記者工作 是不能這樣被點滴的 那好 我就出來講這件事情 那好 那沒關係 他說那你都要報了 那好 那就三張吧 他這個很便宜 現在跟我講 那就三張吧 我說行 如果你兩張可以 他就會說 那可不可以一張就好了 好 那等一下料 我們再來看 好 因為所以整個事情 我們就搞清楚就是說 去年的二月 他們就開始談離婚 那會開始談離婚的意思 就表示前面其實感情 應該有狀況 是 那請教一下聖美 這是汪曉飛 應該是三月二十二吧 他說他們還在做十週年 希望你還是願意的 十週年快樂 然後還有這麼大撰見 然後還有兩個人拍照 對 看起來還有蛋糕 為什麼 不是已經在談離婚了嗎 汪曉飛就自以為浪漫 就PO了一個文章說 他希望這個十週年 他再給他的老婆一個婚禮 你知道 大意思只寫了四個字回應 這四個字之後 他人生當中再也沒有公開 對汪曉飛有任何評論了 那四個字叫 萬萬不可 你看四個字 萬萬不可 其實說盡了千言萬語 他受夠了 那我再講幾個小故事 你說萬萬不可是誰寫的 大S 因為那個汪曉飛意思是說 我要給我十年了嘛 我要給我老婆一個更盛大的婚禮 可是你的老婆冷冷的寫萬萬不可 而且這兩年前 從那個之後 大S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評論過這個人 甚至離婚之後 大概沒有從他嘴巴 或者從生命裡面提到他評論汪曉飛 沒有耶 這女人其實很有意思 就像剛剛這個我們兩個認 就是我們覺得大S就是這樣的人 過去就過去了 他絕不回頭 那請教一下詩琪就是 OK 他這個跟你談了之後 那叫你不要爆料 你說有五張 那叫你爆三張就好 我們也談個好不好 我們就爆五張就好 有什麼可以給大家看的嗎 OK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開始就是 為什麼我破了這張照片 其實這個女孩子就是張瑩瑩 也就是說就是 已經傳了已經將近一年多了 就我們媒體所拍到的時間 大概就一年多 那每拍到的時間 是交往多久 這個就不可靠 那這張照片一出來的時候 沒想到汪曉飛他確實承認了 他承認了說 確實這個照片他久後失態 就剛剛鄭大哥有練的那一段 但是他下面背注了一句話說 但是這個台灣狗仔說 我在婚內說多位出軌 他對於這個多位出軌 是子虛無有 他一定要對我提告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過程 所以才會有後面那幾張畫面 那後面那幾張畫面 其實我有一開始 你知道那個畫面 其實在我的 在我的資料夾裡面 其實隱藏了很久 我根本沒有想要拿出來 對不起 請教一下 這個是張瑩瑩 這是張瑩瑩 這個是汪曉飛嗎 汪曉飛 那這汪曉飛的頭 靠在他的胸 那個肩膀這邊是不是 那汪曉飛的手在哪裡 汪曉飛的手其實在下面 都墜倒了 這張是墜倒的 已經墜倒了 墜倒了 已經墜倒了 但是鄭大哥你會發現 他旁邊還有一個男孩子 這裡 對 所以這個東西 他敢這樣在眾人面前發生 其實汪曉飛從頭到尾 他就是沒有這種防備之心 他完全沒有 而且我就一開始在11月 他們在談離婚的時候 我就爆料過了 汪曉飛已經有興歡 而且這次在他的圈子裡面 不能說的命名 這大家的他的圈子 真的早就已經知道了 只是有沒有照片 有沒有坐實 有沒有親密畫面這樣子而已 對 那一直到 這張也是張瑩瑩 OK 那這張張瑩瑩就很清楚是 反而是張瑩瑩最老了 先請教一下 好 這一張顯然不是這個人拍的嗎 可能不是 這一張是從這個角度拍過去 對 那這一張是誰拍的 這一張肯定是他裡面的朋友拍的 他真的朋友拍這一張要幹嘛 不知道 那為什麼會流出來 這就是謎底 這就是謎底 重點是這個拍攝 好像張瑩知道 你有沒有發現 張瑩當時的時候 過去護著 護著他的頭臉 對 你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而且在過去的爆料裡面 有很多的畫面都是張瑩瑩 他在微博上面 自己走漏的風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在這個月底的時候 他們不是有去野餐嗎 對不對 那其實他們的各發微博 是分開的 但你不知道說你們在這個時間 同情人發 網友會其實把你們的通訊 載下來做筆圖嗎 對不對 下面的地點是一樣的 上面的酒杯也是一樣的 常常都發生這樣的事情 對不對 那好 結果我還沒爆料 他有多未出軌的時候 早在去年 在年初的時候 今年年初的時候 張瑩已經講過什麼話 他在微博說 王曉飛跟我沒有任何關係 不過他跟很多女孩子 都有關係 這句話也是張瑩自己講的 OK 所以其實他所謂的朋友 其實朋友在拍照 對不對 如果朋友拍照 好像就不太是朋友了 好 來 然後我們看第二張 第二張可不可以跟大家就說明 那這一張呢 就剛好也是張瑩瑩 但這張是反過來 張瑩瑩罪了 反正把小飛直接是搂抱了過去 所以那張照片我們可以說 因為有時候 朋友跟朋友之間 我最倒了嘛 我依靠在你的身上 可能你能這樣子的理由 但這張應該是沒有理由 這張是你直接是 撲過去了 撲抱過去 你就抱著張瑩瑩 好 這樣 這個地方還有顯露一些 小臉張瑩 所以當時呢 我只是就是丟出來 因為那時候張蘭講說 記者批圖 記者是誰 報到大命來 那個時候那些記者 都是我北京的一些兄弟 之前就是一起工作的兄弟 他們滿身委屈 就被人家這樣講這樣批圖 還真的很多網友認為說 那這裡有可能這是批圖 因為有些人是真的是 負責張蘭跟那個 汪小飛那邊 那這個一爆料出來的時候 我就馬上丟了這兩張畫面 我就直接講說 那這個呢 這個照片裡面是張瑩瑩 那這個背面是不是王小飛 你可以不承認 那你不承認的話 我有真面罩 我當時就預告說我有真面罩 這是什麼樣的場合 這個是在KTV裡面 是一般的KTV而已 在北京嗎 在北京 剛剛那一張也是在北京 對 也是在北京 都是一般的KTV 他們都把它拍下來 然後都外傳了 都外傳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都拍得很近 而且還有旁人 所以我就說了 汪小飛從以前到現在的畫面 被爆出來的畫面 不是兩個人 畫面絕對不是兩個人 因為有拍攝者 一定有第三個人對不對 那就表示說 他根本不怕人家看到 所以已經被爆出來 那這一張是 他有親上去嗎 這張其實已經摟爆 那這張 事實上也沒有親 這個我是沒有跟那個 知情人士說一個對談 但是我所知道是 這張已經很親密了 對啊 鄭大哥 你會這樣子對女孩子嗎 不行啊 對啊 肯定不行啊 這樣都摟爆過去了 對啊 這關係應該不是 一般的朋友了 那是在發生在什麼時候 這個兩張照片呢 都是剛好發生在 去年的9月 去年9月 所以像去年2月 開始談離婚 對 也就是還是在婚姻 對 OK